当地时间22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巴黎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李翔表示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为中法关系发展破画了蓝图 中方愿同法方欧方深化核能航空航天等传统领域合作 挖掘环保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 欢迎法国企业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中方愿同法方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马克龙请李强转答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表示法方高度重视法中关系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方加强协调 深化航空航天核能农石等领域合作 欢迎中国企业来法投资 法中应坚持有效的多边主义 促进国际社会团结 完善全球治理 推动解决全球性问题